打开 一杯水把它洗一下 洗一点洗洁精 它这个是有个槽子的 在这里可以砍住 盖好 这样子它这里有一个叫clean 不错 它就这样它就自己洗好了 这样子就把它勘扫掉 就熬了 我们就把它再搞清水吧 洗一下 洗干净的这个放上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隔夜泡的杏仁 是一杯的杏仁 把它倒进去 那就是加水 它这里说的水是要加到这个 48这个地方 1400毫升的水 把这个盖子里盖上 好盖上以后这里就选择这个 nots milk 它这里显示是4分30分 好它这样就打结束了 结束我们就把它勘扫掉就行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隔夜拿下来 这很好 现在它摸起来都是凉的 它并没有讲因为很热 好这个打好的这个杏仁奶 我们把它打开盖子看一下 看打的都还是非常的白 上面有点点泡泡 它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时它有一个配件 就是有一个漏碗 这个你可以过滤的 要不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过滤一下 先倒一点点喝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渣子 好像也不需要过滤 挺好 其实如果要想过滤一下 也是可以的 这个如果喝粗糙一点 就是有一点点的渣子去 要不来过滤一下 这个打好的这个杏仁奶呢 它还是有一点那个渣子的 但是呢如果你要打成芝麻糊 如果打芝麻糊吃 可能就这样打 芝麻糯就正好了 就不需要过滤 它现在这个配置的有一个漏碗 把它洗干净了以后呢 我们来过滤一下 这样过出来的杏仁奶 肯定就非常好喝了 这里面倒到那个水去打这个杏仁的时候 应该要放那个饮用水 直接喝的水 因为你这打出来的杏仁奶 就是直接喝的 不要用别的水 就用这个 这个时候的这个杏仁奶 就是非常的舒服 再加点 很舒服 很舒服 一点渣子都没有了 非常好喝 好了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好 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打杏仁奶 有健康 可以自己做 非常好 很舒服 很简单 它还可以打那个豆浆 豆浆看来更简单了 它还可以打出热的 可以喝热豆浆的 很方便 下次我们可以试一下热的豆浆